这几天境外移入确诊个案快速增加 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疫情持续从境外传入 行政院拍板到这个学期结束之前 高中职以下师生禁止出国 特别颁出法源依据 是依据传染病房制法 跟贵院刚刚通过的特别条例都是第七条 清清楚楚 不过有立委认为这两法条规范并不明确 宪法明定人民有迁徙自由 特别条例不能空白授权政府 甚至凌驾宪法 希望行政院应该定出法规命令 送交立法院审查 希望行政院可以提出法规命令 具体他所要规制的这一个对象 跟行为的态样 然后并且送立法院审查 补足法律不明确的这个状况 未成年人嘛 那他要出国 可能也要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那你做这样的限制的时候 你也必须要考量目的性 或者是说这样的法律保留的强度 限制特定族群出国禁令 至于大学师生是否也比照办理 高中子以下的师生 那大学呢 在上个礼拜教育部其实已经 对各大专校院 那么也有一个行政的指导 尤其是到国外旅游回来的这些确诊案例 所以是比高中以下更早去提醒我们各大专校院 因为大学法复以大学自治权限 尽管上周教育部有发函提醒减少出国 但现在随着疫情发展 确诊的案75证实是南部某大学生 教育部也立即宣布 暂缓大专校院师生出国 原事新闻喜故已故立法院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